漫游基本法事 信仰自由 为什么那里有人在唱歌呀 他们是在报佳音 这是圣诞节其中一样活动 而圣诞节本身是基督教纪念神明诞生的节日 那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入教才能参加圣诞联欢会呢 当然不是 香港可是一个多元宗教并存 而且信仰自由的地方 原来如此 根据资料显示 在香港并存的不同宗教 包括佛教 道教 孔教 天主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印度教 西克教 和犹太教 居民有选择宗教和信仰的自由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庆祝圣诞 也可以过佛诞 孔诞等等不同的节日 而且还可以参加由宗教团体举办的公众活动 太棒了 根据基本法第32条 香港居民有信仰的自由 香港居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有公开传教和举行 参加宗教活动的自由 根据基本法第141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不限制宗教信仰自由 不干预宗教组织的内部事务 不限制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没有抵触的宗教活动 宗教组织依法享有财产的取得 使用处置继承以及接受资助的权利 财产方面的原有权益仁与保持和保护 宗教组织可按原有办法继续兴办宗教院校 其他学校、医院和福利机构 以及提供其他社会服务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宗教组织和教徒 可与其他地方的宗教组织和教徒保持和发展关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